4月23号至2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山东调研 孙春兰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离不开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献祭出力凝聚共识 孙春兰指出 当前统一战线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把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 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是统战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 基层统战工作要根据各地实际积极探索 在谋划和部署上 把资源力量向重点工作聚焦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 社会组织数量越来越多 要将其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孙春兰强调 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层统战工作要更好地服务于党的建设 要把基层统战工作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结合起来统筹推进